许老,你昨天早走? 今天我拍视频了吗? 媳妇,我不想拍视频了,我没得心情的 上午你没吃嘎嘎 上午我还弄嘎嘎给你吃了吗? 哎呀,你还有心情拍视频了 你看那些评论区 你直播的那个场面 你从海外有心情继续拍这视频 我简直是本来心情都没得 你干的真好吗?就是做样子咋? 你看那评论刚好咋,看那评论 你看我们每次直播哟 那些人哟,来哟,说的好难听哟 但是,淘得凶得很 啥子有人说,有时候你鬼迷人眼哟 有时候你啥子,条肚皮肤哟 有时候你,呃,啥子用美眼哟 特别就是直播美眼那个问题 像这个手机啊 基本上都是带有点美眼的哟 他那个直播有时候有点美眼 跟人有种直播嘛,看到那个 要好点哟,说实话 人妈都喜欢看漂亮哟 比如说,帅哥美女哪个又不喜欢看呢? 比如说像我们一个人哈 这就是形象问题哟 你搞直播瞧瞧,直播那个样子 当然你衣服只要穿成头的 该哪那样的就哪样 不像我们的很多美女一样 出过门,或者干啥子 我也画个妆 打扮漂亮点,这个就是形象 你不可能说 哎呦,让我出去,我就 张一波画,啥子也不整,头发也不说 衣裳随便拿进来穿去 那一步形象,那就是形象问题 所以我每次直播那些就说 哎呀,王大姐,你那个美眼啊 你是不是开到十几路 其实那个美眼哈 就是让人看到更舒服 哪个又不喜欢漂亮嘛 我就看到那些就 白别你丑 白别你人是不好看 本身那手机就那个美眼 你要想看有几次嘛 因为我就是很随便的人嘛 尤其是我敢穿啊,走人服 我就随便穿 衣服这些 你还就说 哎呦,永哥,你看见我样子哟 穿什么样子抢啥子 你穿成头的嘛 衣服这么说光绳的嘛 你看嘛 你说你不打针呢 他们有时候你不随形象 出去出过门楼哪个样子 在你直播的时候 开到美眼呢 让人更漂亮 来看到舒服的 给你一种感觉 人家有时候你啥子没眼开高楼 老实点手 有时候 人家说你记得多啊 他有时候 我记得你啥子嘛 你个农村人 你又没得钱的那么穷 我记得你啥子嘛 你长得又没得我 我不晓得 我记得你啥子嘛 我记得你身上的肉长得多 你长得肥啊 我看到你 我就想吐 人家就说你直播也有才艺 你就坐在哪儿呢 咋咋咋咋的手 人家就说 哎呀,没啥子看头的 人气也没得 你唱着歌跳人舞 这个人气就来了 咋 人家就喜欢干啥 这就是才艺 他们有点儿说你 哎哟 只有 只有点儿跳舞 不是有 有啥子 双弹 不是有从歌 跳的又干不到哪个 老实了 你跟别国人比呀 是不是吧 所以这就是才艺 你现在人就用美国人的那个 生活方式不一样 你看现在人家那些 跳广场舞的干啥子的 你看有的是歌手 有的是专门跳舞的 这就是美国人的生活 就这个样子 各有各人的爱好 这个有啥子嘛 你看每次直播 跳也不对 唱也不对 不跳不唱 还是不对 我怎么吃过啊 我从过直播嘛 说实话本来 我们农村人就长得丑 晃娇娇的 或者两个人 还有点啥子 巴巴 长得不顺眼 手机到点儿没眼嘛 那不就看得更舒服嘛 便宜喊你不要看没有 一直都老 都老 哎呀老子 还有那个啥子 套的啥子 毒屁股 现在这个舞蹈嘛 是有毒屁股那些 你老时候那个啥子 毒屁股 有啥子的意思嘛 你管他跳的时候 毒屁股也好 啥子 甩屁股也好 人家干跳 就是一种勇气 他老实的 都得了 也有几个人 还有嘛 有时候我那些铁粉 你去看到嘛 就说了啥子 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像美国人相处过就从我过 从我开心就从我过 那又跑进去 讨人家说样 讨的我们很多铁粉 不得了 甚至还讨厌你家人 讨厌娃娃那些 搞得我们那些铁粉的话 都不敢出来了 所以就 一伤害到你 一伤害到我们的很多铁粉 这边长男人家的身上 我都说过了 随便他从我这手 你当风吹过就是 你干上你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 我们有几个人呢 就拿这个 离婚这个问题来说是 我就发觉啊 我们现在这些 离婚的人啊 就不是的人了 就不能做人了 现在这个离婚结婚的人那么多啊 我们这个嘛 离婚结婚嘛 这个是正常的 是啥 各家都是允许的 你看嘛 有些人就是 我两个是二婚 你两个狗子 就不是的好人 就知道这点说 你走你的阳光道 我走我的多么巧 个人 个个人的身后 是不是 我们是 往 往以后看 不是的往前看 是什么 像我前前人家 找到他了 我又有了你了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身后了 就不必就打扰了 有时候相见 能做朋友就做朋友 不能做朋友就算了 是不是 不是这个 因为曾经一相识了 有的人 就破的那儿了 破的那儿了 我感觉我们 任何的人 就是坏蛋 就是罪人 真的有时候 我都不要得从我手 我们任何的人 就不是的人了 我就想 有些人 他就是把揚不得你 过得不好 你看嘛 还有这些评论 很多人都说 我们两个是 保气 保的有言有味的 还说 因为我说 这个还上了当词了 还保气都有言有味了 啥子是保气嘛 我们一年代的路边 干活了 卖菜 我们这个叫保抢 难道要 出去 偷抢 一年代路边 好痴难住 啥子都不干 这种态叫帅抢 你看我们的评论个节 自不可解释 喊你 啥子 王杂哟 王挖掘机哟 还有啥子 啥子 王外嘴咯 哎哟 还有我 啥子 西名其勇 啥子 肥勇 哎哟 啥子都有人喊 其实这些 我总觉得 喊得去他们喊嘛 可能有的朋友 反正他都说的 他不是妒忌我 可能我想的是他 过得 每天可能就是 可能是工作过得比较累 他又想着这个 犯了 犯了 有的朋友啊 可能是 一天都会吃饱了 找不到事情干 故意啊 破了这个 倒是胆 每个人嘛 都该漂亮的嘛 都要像化石装 打得漂亮的 那些 不是那个理发的 那化妆品都没给哪罐 拿过去买呀 哪个爱美之心啊 人间有智商 其实现在我们圆圆嘛 因为你稀奇了 惯性了 你看他没事回来这些 看到我咯 那都要问一会 问妈妈呀 有时候看到你咯 那也没有问 说问爸爸呀 你要人看从小 这些就能提前得到 说什么 哎呀 今天来杂杂皮皮 也没有说了一个 啥是重点 其实 其实我一般的能不能得罪 很多朋友哈 就希望那种朋友们 能理解 因为我们的切粉 是很理解我的 只是因为少部分 也部分朋友 他捣乱的嘛 就好像是 一是讲不得我好 但是我也没得好好的啊 反正他哭的就是看 我不顺眼吧 反正他就是每次直播 不管你从我手 反正他就要来捣乱 就要来手 同样的拍视频的 其他创作者这个平台这么多人 同样的就是记录农争生活 人家他就不仅说别个 他就要说我 我跟他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他就说人家做的是对的 我做的是错的 这个东西我就变得是 从来嘛 是我我跟他说 长得不顺眼嘛 是从来嘛 他就会看我不顺眼 今天呢 我又不说了 皮皮夹话话的收留一些 也别的朋友们听懂了没有 哎呀 可能有些东西不好听的话 是不是 在此 我还是感谢我们的贴粉 一直的支持 像那天我在干什么 我们有一个贴粉 走就过来就 报道王大姐 王大姐 哎呀 几年咯 我终于见到你咯 那时候你当你几个粉丝 我就 关注了你 我是你的老贴粉 还有的朋友 走到路上 就说这两个狗子 死了婚 不是的好东西 那时候 这样的事我们一次遇到了 所以今天 我非常的感谢我们贴粉 很大一部分 在一路里陪伴我们 理解我们不断的哈 非常的感谢 一让我们的很多贴粉受委屈了 因为有的 少部分的朋友 真的跑去套人家 套得人家不得了 所以媳妇 我还是感谢你 在我们这个家里面来 付出了很多 受了很大的委屈 受到很大的伤害 这边挪劲嘛 这边挪就粗 炸果子开心就炸果子来